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节目战中 胡仁在客场以109比123不敌勇士本场比赛 说实话 虽然有些调侃的意思 但作为未免冠军 勇士确实赢得很轻松 他们把戒指领了 冠军旗帜升了 练兵也练了 球也轻松赢了 这就是首场比赛勇士给人的感觉 反观胡仁这边 说实话只能用一地鸡毛来形容 进攻端 胡仁头部进球 防守端出于阵容畸形的原因 胡仁的身材匹配不上勇士 双方不管是阵容还是实力 基本都不在一个级别 对于胡仁本场比赛的表现 在看过比赛之后 大部分球迷在赛后的反馈基本都是 本赛季没什么希望了 球员们能健健康康打完就行了 简单来总结就是 胡仁的内线厚度不足 封线更是十分薄弱 后卫线是他们强势的地方 也是人手最充足的环节 只不过 胡仁的后卫 都不是以投射见长 胡仁只能在场上摆出三后卫的阵型 这样的阵容 胡仁的身材无法匹配上对手 防守端崩盘是很容易遇见的 而他们在进攻端头不进三分 一帮惨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除了库里之外 勇士其余球员的出场时间 都在30分钟以下 也就是说 胡仁的核心打勇士的替补 勉强能在一个水平 勇士核心稍微打一会儿 这比赛就结束了 胡仁本场给人的感觉 就是能打的人不多 浓眉的发挥和微少的冷静 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除了三巨头之外 胡仁其他球员加起来 一共只得到了32分 纳恩是胡仁三巨头外 为数不多能让球迷感到惊喜的一个点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纳恩接下来进入胡仁先发阵容的呼声 也逐渐高了起来 他用自己的表现 在胡仁动荡的环境中 赢得了球迷的信任 全场比赛 纳恩投篮九投五中 其中三分六中三 个人砍下了13分三篮板 二助攻一抢断 赛后 詹姆斯点出了胡仁本场比赛 打得糟糕的原因 他称胡仁获得了一些好的出手机会 但没有人能把握住 那些三分投篮的机会 他们阵中没有太多人的生涯 三分命中率 是保持在40%以上的 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此外 詹姆斯还讽刺的说了一句 我不知道那些投篮机会 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还是对手有益给我们提供的 显然 对于胡仁不能投篮的 这个弱点和硬伤 勇士也看得很透彻 全场比赛 胡仁三分只有40中时的效率 命中率只有25.0% 而纳恩是唯一一个 保持三分高效的球员 纳恩保持了六中三的投射效率 如果把他的三分拿掉 胡仁其余球员 一共只有20.5%的三分命中率 本场比赛 纳恩是胡仁三巨头之外 唯一一个得分上双的 同时他看上去 还是胡仁唯一一个 出手投篮靠谱的球员 除了三巨头之外 似乎只有纳恩在场时 他的进攻稍稍让人放心 没有太多悬念 如今的纳恩 他就是三巨头之外 胡仁阵中最强的球员 他的投射和个人进攻 也足够让他被放进首发阵容 纳恩此前和胡仁签下的合同 为两年一千万 当他执行本赛季的球员选项 留在球队时 纳恩得到的 基本都是冷嘲热讽 然而 如今他却成了胡仁球迷 在三巨头之外 唯一一个可以仰仗的球员 看看胡仁的先发五虎吧 詹姆斯 农梅 沃克 贝弗利 威绍 他们本场在三分线外加起来 只有21中午的效率 没有投射 注定勇士会收缩内线防守 这会让威绍 詹姆斯等人的比赛难度增加 哈姆想要解决进攻空间的问题 下场比赛 纳恩顶替贝弗利进入先发阵容 这其实是一件比较容易预测的事情 乱世当中出英雄 此前的门客就是最好的例子 很明显 胡仁本赛季也会十分艰难 输球就意味着调整是必然的 谁打得好 效果好 谁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目前来看 纳恩值得场 均至少25分钟以上的出场时间 本场打了23分钟 对于胡仁来讲 一场比赛输球不算什么 毕竟他们目前的阵容 说争惯的话 确实有些勉强把目标降低 冲一下季后赛 才是比较现实的事情 关于胡仁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接下来球哥带大家看看篮网的消息 随着76人和凯尔特人的常规赛节目站开打 新赛季的NBA大幕正式被拉开了 作为最令人失望的球队之一 篮网毫无疑问 经历了一个动荡的休赛期 尽管他们如今带着稳定的核心阵容 进入了新赛季的征程 但在休赛期的时候 篮网确实面临着 差一点就分崩离析的窘境 在三巨头存在的情况下 篮网新赛季接近1.8亿美元的 全队薪资高居联盟前三 他们已经连续几年 在薪资榜上高居联盟前三了 但篮网却始终无法在季后赛取得突破 篮网这些年花了这么多钱 但成绩却非常糟糕 整支球队的问题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 不过如果要说哪名球员 给篮网造成最大的影响 造成最严重的伤害 显然非欧文莫属 作为篮网的核心球员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篮网休赛期的一系列闹剧 就是从欧文开始的 由于他下赛季 接近3700万美元的合同 附带有球员选项 欧文在和篮网的续约问题上 闹出了一些 让管理层十分头疼的事情 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之前 欧文不管是接受采访 还是参加播客节目 他时常提到詹姆斯 以此来施压篮网管理层 不过最终篮网管理层 不管是长约还是短约 篮网都没有给欧文提供 篮网的强势得到了回报 欧文意外执行球员选项 并且一心回归留在篮网 这多少有点让吃瓜群众意犹未尽 而对于篮网来讲 能够让欧文进入合同年 这就是他们休赛期的 第一笔成功的运作 没有得到篮网的续约合同 加上自己在市场上 遭遇的冷清待遇 欧文也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任何人真正信任他了 除了逐渐面临分崩离析的胡人之外 没有任何球队 愿意用相同资产去换欧文 在常规赛节目站 即将开打的时候 欧文接受采访 谈到了自己新赛季 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他如此说道 我理解我目前所处的位置 我肩负责任 需要保持谦卑 我必须要以身作则 不能只做一个 只会说花言巧语的人 我必须要兑现 我所做出的承诺 过去两年 篮球从我身边被抢走了 现在我真正回归了 我需要努力每天都找到答案 这不是一份完美的工作 这也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同时 这也不是我个人的表演秀 我在这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现在是时候要回馈大家了 自从篮网被绿军在季后赛 横扫出局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欧文 球迷们意外发现 欧文越来越正常了 他所说的话 他所表达的意思都非常清晰 也都是站在球队的角度去表态 说实话 这样的欧文 多少有点让人不习惯了 特别是考虑到 他这些年所闹出的问题 从抵制复赛 到多次擅自离队 然后是疫苗问题 缺席了半个多赛季 欧文用一次次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缺席比赛 并且我行我素 保持了强硬的态度 这让球迷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 失去了信任 然而 如今的欧文 已经没有退路了 合同年真的很神奇 任何球员 只要他们进入合同年 先不说竞技状态如何 他们的态度 都会达到120端正的状态 欧文也不例外 要知道 欧文是一个不能以正常思维 去评价的球员 他拒绝接种疫苗 为的是帮助那些没有影响力 却有着信仰的人发声 他清楚不打比赛 会让他每场比赛 都损失几十万美金 整个赛季下来 欧文损失了上千万 但他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就这方面来讲 欧文确实有种 不为金钱所动的感觉 但在合同年 欧文看起来还是屈服了 蓝王想要取得成功 欧文必须成为杜兰特身边 表现最为出色的那个人 他有实力做到 克拉克斯顿如此形容欧文 他称只要欧文百分百投入 他可以去争夺MVP奖杯 当然了 克拉克斯顿这番话 确实稍稍夸张了点 但杜兰特表示 欧文是蓝王实现目标的关键 这一点不假 至少在如今蓝王 不可能换掉那时的情况下 蓝王三巨头的个人状态和发挥 都是很关键的 有一点是能让杜兰特欣慰的 那就是从训练营开始 欧文兢兢业业 他至今的表现非常出色